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是你自己买的 你是自己做饭吗 对 我比较喜欢自己做饭 我就做很简单 因为我还是比较自律 你几乎像是一个 家里有个高尚幼儿园的孩子 这是我 那这个被我发现吗 哎 这个被你发现我都忘了他了 他是我在伦敦上学的那个小牌 这个来把我脸色做成吧 算了 还已经模糊了 也看不清了 这完全 就是多大的时候 就是二十二三吧 二三四 欢迎来我家 欢迎来我什么 也没什么好拍的家 大家好 我是非典型卧生音乐制作人阿弗洛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这我觉得男生的人生很感人 我很喜欢你唱歌的投入感 我很喜欢你唱歌的投入感 我可以站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光的流 我可以等在转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紧张 这首歌唱的确实好阿弗洛这首 好多层次 好多情绪 我家太乱了 你怎么能够等一下 好的 等一下 如果真的很乱的话 我们就 我那个行李箱都还摆在客厅呢 我没有带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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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窗帘真的没有带到你 这个窗帘但是不是我贴的吗 房东等一下等一下 再抬标情 是你一个人住的 我一个人住 对 哇 等一下 看一下到底快 就是换个青毛衣 青毛衣 你要涂个脸什么的吗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我涂一个吧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来欢迎来我家 也是有点这个 人是干净了 这个家就那个 阿姨来打扫一下 先感受一下你的冰箱 要拍这么细吗 你是自己做饭吗 对我比较喜欢自己做饭 我就做很简单 因为我还是比较自律 我会比较常把那个红薯放进微波炉 鸡胸肉什么随便拿什么菜炒一下那种 就这样会做饭 就我认真做也可以 但是我就是诚实的会 那你的硬菜 这是拿手的一道硬菜 什么土豆炖排骨这种还是会的 就之类的这种 那墙上的那些都是你自己贴的 这是我自己贴的 那是我们长牌的 之前跟一个潮牌做的一个 第一个是你当时在哪 在楼梯上 在伦敦的楼梯 在伦敦不好意思 在伦敦的楼梯 那我也看不出来 不是这是个楼梯 这是个楼梯 对这是个楼梯 我看不出来是伦敦的楼梯 我就回来 我就回来好坐坐 你说在楼梯 我是在伦敦的楼梯 那你这边 哇这个好看 大山里的小诗人 就是那种 他们是那种山里面那种留守儿童写的诗 这是我跟我朋友一起看的 看到流泪 标题叫清明 清明 奶奶带我去看外婆最后一面 那天我哭了 像被大火烧坏了眼睛 但外婆这次没有哄我 凡是这种 对你的泪点就是这种 对这种亲情啊 就是人生的苦难啊 什么的就是 月亮没有昨天的缘啊 之类的 是Q一下第一期的新歌 哎哎哎哎哎 我发现 那你这些书都看完了吗 我当然是没有了 我有段时间就是很像很喜欢买书 对 就感觉买了我就会看 被蛊惑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段时间就是那种我要读心理学 就是我要和自我和解 我要更多的了解自己 然后就我是个高度敏感的人 我要看一本书就买了一本高度敏感的 你也有吗 你也有吗 当在年轻人的困惑 就是我怎么这么敏感啊 然后我就读一下 我是艺术家所以我这么敏感 所以我就 我就没看了 他读完了以后感受了 就读了两页 他就是一个鼓励 就说你很敏感 但是敏感也是件好事 这个敏感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 就是让你不一样的地方 刚起床的时候 就大概中复左右吧 我觉得刚起来的时候 是我脑子最不清醒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想象力是最好的 就是你看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歌 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 就会记下来 你还可以写歌词 那你记在哪 记在上面 记在这些手机里 记在手机里会有一些随笔是吧 对对对 因为那首歌是看了有feel写下来的 我自己有一首歌叫乐天派 就这样写 那锅子里 他把那个大耳机拿出来 大耳机哪有大耳机 哦 这个吗 这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是 是你自己买的 为什么呢 我是觉得 这是个啥 耳朵不太好 这是个啥 这是个音响 他是这个盒子里拿出来的 他就是从 这毛毯挂在这里是为了强冷吗 就是为了一个装饰 对 为了强冷 对 你喜欢这个图案吗 对 白虎 因为它是我们图家做的图腾 哦 真的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 嗨 你好 好 好 建了这个我的 我最喜欢的房间 我最喜欢的房间 这一本新华字典是 哇 这一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 孩子诗全集 就每天摆在这儿 然后给我一些歌词的灵感 哦 就写不出来啊 赶紧去翻一下啊 孩子是怎么了 一直被黑血糊住的鸟 让人看 然后这是我喜欢的长篇 你介绍一下 朋友送的了都是 你不要介绍一些我们看得到的事情 哦哦哦 介绍一下他背后的故事 他背后吗 他背后就是有很多的这个 我很喜欢一个 哦 真的很漂亮 我很喜欢一个音乐人 一个音乐队叫邦伊威尔 他其实设计的很好 他这个 因为他是个 他不是个黑脚 他是个 为什么其实是红胶啊 那我是记错了 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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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黑了 到时候放久了 变黑了 另外一张 其实我这有两张了 一张是这个 一张是 一张是 它是我很喜欢的乐队 叫做 little dragon 另外一个是 serpent and serpent with feet 也是也是很好听的一张 就是比较艺术 哎 就是比较艺术 对 艺术家 我这边还有很多小孩子的玩具 看到了 真的 你几乎像是一个 家里有跟其方上幼儿园的孩子 这是我 这个小小听吗 嗯 那是敲你的 他看起来就像是敲那个彩色的呀 这个吗 就是 哦 哎 好 可能就是他 他看起来是 对啊 他看起来就是一样的设计 哦 真的 他的设计 我没有在意他的设计 虽然我没有音乐性 但我虽然有逻辑 这个好像跟音乐性有关的吧 哦 这个是一个鼓乐 比如觉得好看 然后打鼓 还像那种壁画 嗯 对吧 那这个被我发现了 哎 天哎 这个被你发现我都忘了他了 他是我在伦敦上学的那个校牌 啊 这个来把我脸色做错吧 啊 算了还已经模糊了 也看不清了都算了 我这完全 这是多大的时候啊 就是二十二三吧 二三四 我就没有人嘛 留个纪念 音乐上也就 我觉得帮助我很多 然后我就包括做 就是包括人嘛 见到更多的这个世界 然后 因为我觉得你把一个人 完全丢到一个 就是完全陌生的环境 我觉得还是挺成长的 这个是什么 你看他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我 我的就是 就是造诣 写东西的时候 哇 做歌的 就写东西有时候写歌词嘛 然后我就会上面乱乱画画 多年了 好多年了这个本子 真的 伦敦开始留回来了 哇 太有深度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个 一场游戏 一滩浴水 一杯自由 哇 哇 啊更多的是英文 因为当时上学的时候 一定要写英文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钢琴 这钢琴是我自己去租的一个 因为很便宜嘛 当时 就一个月就一百多一点 我说这么便宜的事情 我怎么不能不占呢 而且 而且他是 而且他是那种二手钢琴 你知道吗 就是他的音色是很 很 就他会没有那么 普通钢琴那么亮 所以我就觉得拿来写歌 非常适合 对就 温暖 就是我要的 我要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他一弹 整个房间就能满了的感觉 东风也繁华 渐热 更垂落 行不远 行不远 拌马跳车向慢路 风笑声动 一壶光转 一叶与龙 中里寻他千百度 我这个词 默认挥手 那人却在 灯火阑闪中 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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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说好听 男听的要死 做什么鬼东西 他懂就是音乐吗 他就是音乐老师 妈妈是教什么的呀 教什么音乐 小学音乐 他教着唱歌啊 拍拍合唱啊 编编舞啊 小学的无意晚会啊 为大家去拍拍节目这种 那你爸爸做的跟音乐有关系 我爸爸就没有 我小时候他是跑那种 长途客车的司机 他每次回来都会带一大盘的 那种广州的那种叫什么打扣碟 CD机啊音响啊 就每次拖回来一点 每次会唱歌和话筒 然后有各种听歌的 我小时候就在家里唱 真的吗 就是以前是 好像就是我爸妈 就是唱歌唱得比较多吧 对唱那种 如果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 对对对 那你爸妈是那种 两个人唱歌都很好听的那种 我爸也还可以 但就是要智慧一些本土话 还死在 腰院 就那种 带口音 就有点 生歌有点民族腔 又有点口音 哇我的音乐历史真是艰辛无比 就是小学开始 就是文艺骨干 网坡台啊 什么这种合唱团啊这种 后来初高中 就开始之后 就是自己去学要唱歌这种 然后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学过音乐 我就是小时候学过一点钢琴 就去英国之前从来没有写过歌 哦对 就是包括我去身体学校我是乱写的 我就拿了一个 我当时的iPad里面有一个苹果的自带的一个做个软件叫做Garage Band 然后我就乱把里面的歌都乱弄 然后交过去了 可能他看见了我的天赋吧 哈哈哈哈 然后 反正就录取了 就是没有正经的写过歌 就没有正经做过音乐 所以我第一个学期 就第一年的时候 其实压力特别大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要写三到四首歌 就是被逼着写三到四首歌 所以第一年的东西就都没有很好 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 我就教了一个歌 就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那个歌 可能比我第一年好很多 但我的同学是惊呆了 那节课他就是那种 就以前听完你的歌大就是 跟他就沉默 然后后面 哇 直接超级的 真的 就在说哇 你怎么进步这么大 然后大家就觉得哇 好棒 那那首歌是 可能还好吧 现在心可能觉得还好 这首 这首 但这后面已经改过编曲了一点 是吗 也是 也是 拥有点 灵感啊 哦 当时是佈置一个作业 没事你说 可以贴的是 就是说写一个有律动的歌 我说那就随便找一个有律动的感觉 来做一下吧 然后就 就做了 像是 i know i'm back to the line 就像这样 你现在听什么感觉 你觉得唱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完整 是 是一个完整的歌 所以那个时候就算是真的觉得熬出来了一点 就觉得好像可能就我还是可以的这种感觉 然后然后再后来我就开始组乐队 就找我们学校就不是那种传统乐队 就是两个人的电子乐队 电子乐 然后我开始找了一个法国的一个朋友 偷识学艺 技艺大涨 强强联手 本来就是朋友 太强了 因为我们做了一点小成绩 在英国拿了一个小奖 就是我们去申请了英国一个叫做Mobo的一个 还挺有名的一个组织 音乐组织 他们就选20组人 然后每个人给1500磅 对 然后就拿着拍MV了 对 第一个MV 对 跑去瑞士去拍的 那一年但是也是我开始第一次就开始在网上发视频那一年 对 我觉得要要要做一些东西 把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反正就在网上开始破东西 破第一条是翻唱的圆啊为了别 然后呢太转了 哎呦 这下路子可以 那你真的应该是大事易经啊 我如果没有做音乐我应该在酷狗上班吧 就是我可能还会找 还是会找一个音乐相关的工作 就是唱片公司啊或者是 就是努力的在这个圈子 至少我是喜欢这个努力的 如果我没有做音乐的天赋的话 那我至少我再做些 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事情 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失去表达的欲望 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碰到的吧 就是我觉得一旦生活过得特别安逸 然后没有任何的刺激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失去表达 所以我特别欣赏就是很多一直在表达的 哪怕他已经到五六十岁了 他还是在写很多生活中他的一些简介啊 一些发现的点啊 这种 我很佩服这种 哎 你好 不了 你好 我觉得来中国潮英是今年做过的最棒的决定 然后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哎 希望你未来都好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